嗯 當然好 其實就這幾年基隆比較少在舉辦那種全國性的圍棋賽 尤其是疫情造型賽 那就今天很感謝那個基隆市的圍棋委員會 那像賴晨庸爸爸跟賴晨庸他們就這兩年很積極在推動基隆圍棋的發展 那今天這個比賽就是一個驗收的好機會 那看到這麼多小朋友在這邊比較很開心 那對 就希望基隆的圍棋可以發展得越來越好 那也很期待今天待會可以跟這些選手們有一些互動 然後可以讓基隆的圍棋發展得更好這樣 畫面上是世界圍棋的棋王周俊勳 他說小時候曾經來過基隆 這次非常開心能夠來到基隆 參加第一屆的基隆主委杯全國圍棋賽開幕 看到人氣滾滾的場面讓他相當感動 學圍棋的好多是大部分旗下到一個成都小朋友 他們很容易在圍棋上的訓練會佔用比較多的時間 那起碼可以遠離3C 那圍棋上的訓練除了旗翼的進步以外 對他們未來人生的其他的技能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不論是除了我們大概以致的 譬如說計算力 體力耐力以外 像圍棋我覺得對現在台灣的最好的幫助是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夠有這樣的熱鬧場面 主要是一群熱衷於圍棋運動的在地人士 以及擔任圍棋委員會主委的議長 童子委大力推動 才能順利的在信義國小 舉辦這場熱鬧的主委杯活動 參加選手來自於各縣市 一大早就帶著小朋友來參賽的家長們 都相當支持這項運動 很棒啊 他以前在家裡跟他玩復刻牌 都會怕輸 輸了會哭會生氣 然後現在好像越挫越勇 我覺得啦 他們嚇得比較說不出來 他到底為什麼 當然他就是喜歡 但是我覺得每次他有贏 或是有勝的時候 他就覺得 欸不錯 好像又過了一個坎或什麼的 我覺得主要的成就感是來自這邊 這個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主委杯 在基隆市來舉辦我們一個圍棋的這個比賽 大家看到我們現場有超過400位的小朋友 我想非常不容易 我們圍棋委員會 包含我們賴總幹事 還有我們鄭偉偶的同學 我們大家團隊非常的用心跟努力 才第一次舉辦 我們去年在南龍國中辦了一次 試辦的比賽 兩百多人 今年第一次辦就四百多人 那我們今天圍棋委員會也特別請到 這個世界冠軍紅面棋王周俊勳 也來到現場 所以很多家長跟小朋友都搶著跟他合照拍照 那下圍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培養小朋友智力跟耐心 我覺得我們在基隆市可以多加來推廣 那我身為圍棋委員會的主委 要感謝我們圍棋委員會這麼用心的付出 那我們會持續的加強推廣 讓更多的小朋友參與 在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運動 那這個現在我們也在各個縣市都有努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圍棋委員會也一起來幫忙 來知道我們怎麼來辦比賽 我想圍棋運動在台北是有專班的 在國中是有專班的 他們在國中是有專班 我們未來也希望朝向這個目標 如果小朋友學生人數夠多 在我們教育均衡 教育資源的這個均衡發展之下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們也希望來推動這個專班 讓這個更多的小朋友參與 而且未來升學會有國中高中大學 是有可以執生的管道的 這次比賽吸引許多人來到基隆支持圍棋運動 有圍棋專班的國中生整班來參加 還有許多幼稚園的小朋友 也來參加新手組的比賽 大家齊聚一堂展現奇異與智慧 透過比賽讓這個傳統的優良文化特色 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